回到最近的监管措施上来 您是有丰富的监管经验的 而且有这个国际监管专业比较的这个事业 目前来看呢 已经出台的有关金融科技监管的可能的措施 一个是这个网络小贷的管理办法 一个呢是平台经济的反垄断指南 其中这个网络小贷的办法呢 主要是银保监会负责的 但是只管小贷是不是够呢 也对照您刚才讲话 现在的金融科技平台 事实上它已经具有了这个支付功能 支付中介功能 融资中介功能 信用管理功能 还有这种财富管理的金融超市的这个全功能 这个究竟应该怎么样监管呢 怎么才是一个适配的监管呢 这个我们对金融科技啊 对发展啊 在金融科技在金融领域在运营呢 一直是非常的这个支持 包容 对于金融科技 你刚才问的这问题来讲呢 我想不管是哪一类这个 这个业务啊 不管它应用什么这个科技所在 我想主要就是要看这个风险 就是这个做业务啊 对风险是谁来发现 谁来评估 谁来管控 谁来承担 这是一个最关键 如果说 不管是这个科技公司 还是金融机构 只要这个业务呢 这个最终的这个 从最开始的这个客户发现这个风险 到这个过程之中的这个风险管理 到最后 如果出现损失 这个风险是谁来承担 我们就要看 主要看这个 那么 就是要对这样 最后承担风险者 要提出更高的这种要求 不管是资本也好 还是流动性监管 或者合规性的监管 包括行为监管 都要从这个处方 谢谢大家